我們來到鳳欧菜熱大廣場啦 大家好 我是OneMommy 今天來到EasterTermic第二星期 之前在Facebook不斷見到朋友出去玩、外遊 無論住在香港、英國的朋友都飛去不同地方玩 今天終於輪到我們 今天這個旅程是快閃三天兩夜 因為不想爸爸請那麼多架 玩得過三天我們都選擇一些機程不太長的 選一些近近的 所以都是荷蘭和比利時二選一 最後我們選擇了比利時 喂 我們今次去比利時 我想問問你 你對比利時有甚麼認識 Hatandise的比利時朱古力食膏 很美味 這次我們坐歐洲的廉航華人航空 一加三號機票只是240磅 因為我們每人加了一件手提行李相機 否則價錢再便宜一半 還有一件手提行李相機 這麼快呢 乘坐一個小時多一點 我們來到比利時了 真的很快 一個小時五分鐘 由於我以前在屯門 乘坐巴士出中環上班 這樣算是一個車程 我們現在乘坐這個機場巴士 出市區 因為我們乘坐這個華人航空 是廉航來的 所以到達那個機場 就不近市中心 我們現在乘坐機場巴士 去布魯塞爾的市中心 我身後面就是布魯塞爾南站的出口 我們剛剛從那裡走出來的 今晚我們預約了一間酒店 也很近火車站 就在火車站的對面馬路 即是火車站那裡 酒店就在這一邊馬路 向前走多一點點 我想不用五分鐘就到了 我現在已經看到它的招牌了 我們現在去放下行李 先放下行李 好 我們走了二十分鐘 來到尿尿小童 這個尿尿小童真的很少 非常少 看 這麼少 這麼少 大概只有60cm左右 應該和你的頭差不多 我想有我兩個頭 這樣啊 這麼小也可以 對 很小 而且你要自拍 或者拍照你走得很近 我們放一個漂亮的位置 在一個欄前面拍照 我這樣自拍 哈哈 你最喜歡自拍的 是不是 現在少女很貪美的 拍照之前還要怎樣 弄好劉海 弄好蟹蟑螂 之後再拍 三部曲 一部曲 二部曲 滾角度 三部曲 耶 對了 最漂亮的是你 我教你們 是的 下次教我吧 不過我沒有劉海 不教我 不教我 我的頭已經可以 你找一下這裡 剛才我們走過來的時候 沿路都沒有什麼人 但是差不多到時候 我們知道目標不遠矣 因為大家看到我們身後 都不少人在這裡聚集 剛才我們沿路走來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人 一個人都沒有得我們 其實剛才我們由酒店走過來 感覺不是太好的 好像怎樣說 我覺得感覺可能 有一點差過法國那次 剛才我們沿路走過來 都很警告 很警告 所以我們今晚吃完飯之後 應該不會走路回去 我們選擇 都是坐地鐵比較穩 因為晚了 就免得在街上走 在尿尿小童旁邊 還有很多手信的店舖 全部都是有關尿尿的小童 嗯 還有一些特別形狀的甜品 不過 不能太近鏡了 以免被黃標 好 好了 現在我們來吃午餐了 沒錯 我們的午餐是吃薯條 看到這麼長龍 這間人龍店 就真厲害了 好了 我想問問你 先不要乖 薯條英文是什麼 Chips 不是 這裡說法文是 French Fries 那你就錯了 你知不知道 這個薯條 根據我上網做功課的資料 薯條不是法國人發明 是比利時人發明 所以 叫薯條是不可以叫French Fries 是比利時人發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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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薯條是來到比利時必食的其中一個食品 雖然這間是人龍店 但價錢一點都不貴 有大中小三個尺寸 我們要做一個大的 都只是4歐 還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醬料 那我們就醃了咖喱醬 好了 我們剛剛坐下了 吃第二樣東西 我們的午餐除了薯條之外 還要吃比利時另外一個出名的名物 就是窩夫 我們點了一個烈日窩夫 和一個朱古力窩夫 試一下好不好吃 我們吃飽了 兩個我都試勻了 我是喜歡烈日窩夫多一點 因為它就原味 我覺得就香一點 朱古力味我就覺得 略為甜了一點 而且這個烈日窩夫是外脆內軟 我覺得比較好吃 那你有什麼話說 你有發表嗎 是 我呢 就覺得這個 兩個窩夫都是 軟軟糯糯 你有沒有這麼誇張 有軟軟糯糯 外脆內軟 對 外脆內軟 那內軟就是軟軟糯糯 對嗎 軟軟糯糯 香甜好口 味道 好 謝謝你的分享 拜拜 謝謝 我們來到布魯塞爾大廣場 布魯塞爾大廣場 是布魯塞爾最重要的旅遊景點 和地標 它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廣場之一 廣場被中世紀的建築所包含 是1998年 終被這一圍世界文化遺產 在這個大廣場 影院倫上之後 我們現在去做些什麼呢 就是買紀念品 YY剛才也看得對的東西 我們現在再去選一選 這裏兩望九屋 剛才你看是否都兩望九屋 是 OK YY選了這張卡仔 我選了這幅畫 布魯塞爾大廣場 一個地標 標證 증 Lecture的地標 剛剛就選了一個磁石 就是把薯條 給你的薯條 一來是今天吃的薯條好吃 二來我喜歡吃薯條 所以薯條對我也很個牢 最近是因為它粉紅cé 明鏈身很合襯 好 剛剛又準備好東西 買了一個小屋 還有這一個磁石 我家的雪櫃有多一個紀念品 花了錢 買完東西之後 我們現在下一個景點 就是去尿尿女童了 那我就想去尿一份的 之前上網看的時候 這個尿尿女童是關上了一個閘 好像坐牢的尿 現在大開中門 這裡的尿尿文化這麼有趣 真的很難理解 好 來到比利市最後一寮 就是這個尿尿小狗 讓我先休息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拍齊 比利市的尿尿三件衣服 今天布魯塞爾市中心的景點 都行得七七八八 今天的時間都算不錯 大半天都夠行 明天我們會去布魯日 後天會去根特 現在做什麼呢 我們先去吃晚飯 吃飯 吃飯 我們點了了 龍蝦海鮮飯 還有這個 這個棵青口 是比利市必吃的 因為我們三點多才吃薯條和鍋膚 都不是真的很肚餓 而我見過海鮮飯的份量也挺大 所以我們先點兩樣東西 就不點太多了 不夠才再點 其實另外這邊還有個薯條 不只是跟那個青口還是跟海鮮飯 好了 不說那麼多 先吃東西 好了 我們吃飽飯現在搭車回酒店 今日的day one行程就來到這裡 明天我們會去報老日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起床了 回酒店了 搭車了 慢著 影片還沒完 差點忘記要room tour 現在回房間跟大家開箱 快快手抽做room tour 這次我們預訂了一個三人房 所以這邊就有一張雙人床 而爸爸這次就有一張試試正正的單人床 他今晚有教訓 平時我們住pre-made in的時候 通常他的床都好像臨時搭 這次這張三人房 這張單人床就感覺舒適一點 然後這邊就有個架 還有可以掛一些外套 而這邊這個位置都比較寬敞一點 挖挖坐在這個位置 就可以放行李或者坐坐都可以 感覺上是比pre-made in 比較寬敞一點 唯一我們不喜歡就是房間 就好像略為暗了一點 燈我們已經開盡了 好了 廁所跟上次發過一樣 上次是巴黎那次 我們也是住這個集團的 廁所都是三尖八角的 那這邊就是棋缸 都是小小小的 好像比上次巴黎那個大一點 然後這邊就是馬桶 還有洗手盆 好了 房間大致上就是這樣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都要洗澡休息了 因為明天早上要出發 好 去這個暴露日 好了 晚安 晚安 啊 我呀 大風 我沒辦法的 三 二 一 我們來到暴露賽爾大火場了 我有多力氣